不对 你是用手腕做 它不是 你看 它是这样子 你看 整个手臂 你看 对 剑要保持到平 你先拿好 你的剑要拿好 这样子 这样 虎口在这个边 虎口在边 然后 这样子 然后这样 对 走 平的 平的 你看你又跑 它在你的手掌上 在你的手掌上面 大拇指扣 你看 它有一个点 没有动 它有 有没有 那你现在是这样子 你现在是 你现在是在这边在做 要在这边 或者在这边 你看 我现在在这边 有没有 不是 那不是这样 悄悄板 我这边下去 这边就甩上去 不是 不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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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现在怎么办 就点在这边 那我怎么去做它呢 就是 你看 你的手要动啊 你的手 后面的关节要动啊 你看 你的 你看 你看 你看我手 手臂 你看我手臂 手臂 手肘 是不是 在转 它才能转啊 你手臂 手肘 你没转 你就是这样 就是这样绕啊 它在练这个 它在练这个 对 你的手臂 也在 也在转 转这个圈 那么懂 一个点 跳到反正就不是那个东西 对啊 你的手臂 你看 我手臂也在转 转这个圈啊 那么懂 你先往内的 往内的稍微 好好 好好做一点 那个点是自然的来形成的 不是因为我 那个点是看你要转什么样的圈 那个点可以在这边 可以在这边 看你要多大的圈啊 你也可以在前面嘛 在圈 不要没懂 小师你一直是说 利用你练控制着点 然后来控制那个圈的大小 对 这样 对 对 所以 看你要有 看你要多大的圈 一般来讲 先放 先放在这边嘛 放在这边 你的圈就是 你的圈就可以这样大 你圈往前移 我圈往前移 点往前移 你看我的点现在在这边了 是不是这样子 当然圈 圈变小嘛 我再往前移 这样不懂 所以一个剑出来 它的圈大小 可大可小嘛 有没有剑 你可以带一把身 身 我的剑都是实体的 没有身 那我可以带实体的 可以啊 可以啊 可以 你的圈啊 你看到这边的时候 对啊 你看 出去的时机是在这边吗 翻一点 有没有 翻 走了 扎 你扎的位置要在哪边 不是吗 你在做这个时候 你的敌人 你的敌人在哪 你的敌人在哪 是不是 我在做这个的时候 我对你 我在做的时候 你在这样远 远啊 所以当我在做这个的时候 我进去 当然是这样走 走啊 这样不懂 啊 所以那个线 你是在我的这个线上面吗 所以我要扎 我要扎这一件的时候 这样不懂 这个要准啊 这个要准 你不能跑 你不能跑 不能跑 跑掉啊 对啊 还有我们这个兵器啊 刚刚 刚刚 苏伟问 苏伟问 问一个 就是 比方讲 比方讲我们练刀 刀的时候 现在很多人练刀啊 一个这个 夜战八方式 刀是这样摆的 刀是这样摆的 是不是这样子 刀 刀不可以这样摆 什么问题 如果刀这样摆 不是空 不是 刀是重兵器 还是轻兵器 刀是重兵器 头不可以朝下 因为你头 朝下的时候 这个重量已经往下了 你要再用这个刀 你要提 提起来 你提起来 你浪费了一个时间了 刀不可以这样 重兵器 不可以 所以夜战八方式 那个刀头要提着 然后你再往前走的时候 它有一个沉醉式嘛 一沉醉就走了 所以重兵器 你还是要利用这个 剑 也是一样 我的剑 我的剑朝下 我的剑如果朝下 我要让它起来 现在很多人练那个剑的条 什么用手腕 什么 你可以去练手腕 用枪 什么练手腕 可是它要起来 它不是这样起来的 剑也很重 你不要重了 你一公斤的剑 你这样子拉 这样拉起来 你要多少力量 要多少时间 所以剑也不是这样起来的 剑起来还是什么 还是沉 我这个剑要起来 我是 你看 我这个剑 剑朝下了 剑朝下了 我要起来是什么 我的人沉 我的人沉 尖起来 而不是把剑 撬起来 那要花的力量太大了 速度又太慢了 这样不懂 所以剑在用的时候 刚才你们走圈也是一样 重点在哪里 重点在你后面 在剑后面的这个人 是在这个人 所以我操控这个剑 是由人来操控 人什么 由我全身的身法步法来操控它 而不是这个手 晓得吗 因为兵器 有的兵器是靠重量的 那是砸的 造成那个伤害是撞击的伤害 另外一种兵器是靠力的 是靠力 那这种兵器是靠力 刀啊 剑啊 这种匕首啊 这些是靠 是靠 锋利度 来伤人的 所以你只要把那个锋利 放到敌人身上就好了 那么懂 不需要用很大力量的 那除非像以前穿盔甲 在战场上面要穿盔甲 你的锋利没有办法进去 那个是用重兵器的 晓得吗 用锤啊 用鞭啊 这些的嘛 所以当这个键要用 键要用的时候 包括刚刚这个 你在这个要走的时候 你要走的时候 你不是从这边扎 扎进去 你不是这样子扎进去的 还是戒势 戒什么势 你看 戒拍 这个是 有没有看 有看到这个是吗 它从这边 它如果重力 它是不是这样子甩 是不是 我一放 它是不是这样起来的 所以我这个圈 在这边的时候 在这里下来 是重力下来吗 下来 这样不懂 所以都不是用你 自己的力 去做的 我的键在下面 我的键在下面 我要扎 我要扎 照说由下面起来的 比它由上面进来的要慢 是不是 可是我在做的时候 我不是从这里进去 还是身体 还是一样是人 他这个 他如果 他如果 他键 他键进来 他的键在中 中风 他进来 进来 我这个键起来 不是我把它拿 拿起来 我这个键起来 是我的人 你看 要没懂 那请问 所以像 中国的键 没有像西洋剑 那样一直 要求要摆 这样 是因为 它有种身法 对呀 中国的这些东西 都是身法 步法 为主的 如果一直摆 这样中断 就把 有些身法 都做 对呀 那西洋剑 其实也不是这样 因为后来变成 比赛了 变成这样子 那你看 Zoro 早期 Zoro 那个电视 你们有没有看 书洛 早期他们打 他们的身法 步伐也很多 所以像 日本尖刀 其实百将 也是因为 变尖刀 对 他们要抢快 他就变成这样子 因为他们变成 一种竞赛式的东西 或者一种 单一训练的东西 他就只能选择 一个 方向 让变数比较少 少 晓得吗 变数少才可以比比赛 但是他这样牺牲 是他的身法的变化 那就看你要什么 他变成比赛比较好推广 那这种东西比较难推广 因为你要练出身法步伐就很难了 所以中国武术 身法步伐最难教 那么懂 可是中国武术 可是中国武术 你没有了身法步伐 就失掉他的精华了 那为什么要有身法步伐 不是啊 我讲过 因为我们是以弱敌强 因为我们是以弱敌强 所以必须要有身法步伐 灵活性 来对付比我们强 强的人吗 如果我是强的 我不需要身法步伐 是不是这样子 你打我 我没感觉啊 我一拳就把你夯死啊 那种人要什么身法步伐 是不是这样子 只有像兔子啊 这种人 他身法步伐 才需要快嘛 是不是 都是这种的动物嘛 猴子啊 是不是 那猩猩要什么 猩猩要什么身法步伐 这样不懂 因为中国武术是这种 它是守势的 它是以弱敌强的 所以它依靠的什么 依靠的是身法步伐 它依靠的不是力量 懂得吗 所以它难 所以它难 那要练中国武术这些东西 你一定要学会 学会身法步伐 这个是它的精华 你们再试试看 感谢观看 优优�